师父梦中要同修多吃生姜,请问师父什么情况下要多吃生姜,应该怎么这个吃法? 然后呢,切成这之后呢,你把鸡蛋啊,把鸡蛋拿那个放在碗里啊,放点盐,放点味精啊,刷刷刷刷刷,刷了之后呢,把生姜啊,放进去,一起再拿那个筷子刷刷刷刷刷,然后呢,火不要太大,油呢,油烧开之后往里边倒,然后不要让它烧焦, 慢慢的形成一个形状,然后呢,然后呢,再炒,再炒啊,炒一炒,炒一炒的话,你待会拿起来吃啊,就像,就像那个,这个叫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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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鹿的螃蟹肉 啊,你就会,这个时候你吃生姜就觉得很好吃 啊,明白了,感受体验的这么好的拍吧 因为生姜不满您说,师傅也不大喜欢 那师傅,那师傅,俗话说,早吃姜,剩,生汤,晚吃姜,撒皮霜,是这样吗? 对对对,那我讲起来了,还有一个方法呢,就是,生姜呀,放红糖呀 嗯,啊,放红糖,啊,生姜,就是姜茶呀,姜茶,生姜茶,生姜他们比较难吃一点 但是呢,对身体绝对有好处的,嗯,啊,好吗? 好的好的,感恩师傅 好的,感恩师傅